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当然不宜而租 有人说储蓄险甚至最高涨到30% 那么甚至于包括像新台币美元 人民币表单 通通要涨 涨2%到3%到30%都有 我们该怎么办呢 这个阶段参与讨论保险的邀请到保险专家刘凤和 大家好 我是刘凤和 以及参与专家邱成宏 大家好 邀请到算力教官杨理轩 大家好 教官要告诉我们怎么样用一档股票 可以赚三层利润哪三层等会来帮您做揭秘 以及邀请到淡大财经系副教授段昌文 大家好 教授要告诉我们现在很夯的是外币 外币定存 连我妈都去存了 到底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时机点呢 特别是新台币持续的升值 现在是最好的机会吗 也邀请到财经专家賴先生憲哥 大家好 网络观察家朱学和 各位大家好 到底保费涨多少 真的搞不清楚 上周说涨30% 今天金管会说涨3% 到底是3%还是30% 其实我们大家不要管说 管它涨3%还是30% 这种保险 储蓄型的保险 根本就没有什么保险的这种价值在里面 大家不要担心 可是可以储蓄啊 可以投资啊 上次我们也讲过了 它中间解约或者是你临时需要用钱 它根本就是比放银行里面定存还要低的这种东西 我不要解约啊 你不要解约也没有赚多少钱 因为还会被10年的通货膨胀给吃掉啊 所以说这种保险 大家根本不要急着去买 可是我们有几种保险是一定要买的 好 到底什么是一定要买的 又为什么不要急着去抢救保单呢 等我来告诉你答案 今天回到节目现场 我最好奇的是 保费明年涨定了 两张保单只要花小钱就可以买足保 这样到底是哪两张保单呢 我们看到内容谈到了定期受险 以及小额中老保单 所以丰和老师 是 定期受险 很少人买定期受险 到不然都买中生 中生好还是定期好呢 最简单的例子 因为业务员不太喜欢推定期的 因为定期的保险费便宜 相对的他的佣金就是比较低 那这个业务员呢 现在经过了这个好不容易抓到我们的保险 哎呀我觉得老人 老师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负啊 因为业务员说的也没错 我们回到业务员经常告诉我们说 你现在要趁年轻去保 因为呢 你如果年轻不保的话 将来越老保费越高 有没有业务员讲这句话 朱雪恒 有 一定有嘛 最好趁现在 你还付得起的时候去保 对 趁现在的时候 所以业务员会告诉你 年老是保费会越来越贵不划算 可是这里面有雨币 有雨币 因为我们买保险 就是买明天或者是后天 甚至于明年后年 那会只买明天后天明年后年吗 不是 万一这一段时间 我发生了一个重大变故的时候怎么办 我不是买了我80岁以后的这个事情啊 因为我们年轻的小资族 刚成家立业 他有很多的一些负债 对不对 所以他必须把它保障拉高 对不对 那保障拉高的话 你买终身 对不起 你可能要付出非常非常多的保险费 可是如果我到老了才买 老了有时候也不好买 老了有时候也不好买 对 但是问题是 我们小资族35岁 我们就以这个例子来讲 这个是终身跟定期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比较 有钱人可以去买终身 跟大家听完了以后 我们小资族买定期就好了 不管是定期 不管是终身 他的内容大概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有钱人也不能浪费钱 有钱人的钱也是要打24个结 所以到底买定期还是买终身 我们再尽量好好来破解 观众朋友我相信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很多人都买了终身受险 该买终身受险吗 你有没有亏到呢 我们来看 定期受险和终身受险 第一个我要确定的是保障一样吗 保障一样 因为我们受险的这个定义 我们以受险来讲的话 定义它就是 不管怎么样的申雇 或者是一级的残庇 保障不管是定期 不管是终身 通通都一样 而且不管是定期终身一样 每一家公司也都一样 所以不要太担心 所以保障是一样的 那如果我买定期 我是不是要年年买 我今年买明年 明年买后年 后年买大后年 这个没有问题 因为到时候我们签个授权书 给那个保险公司之后 他每年就可以 从我们银行户头里面自动扣钱 这个倒是不用太担心 要不我们看人家比较表 就可以清楚了 最重要就是保费了 如果保障一样 又可以年年买 又不那么麻烦的话 那我们就来比较一下 如果你每年都去买定期 你30岁31岁32岁 买到你老了 你花的保费到底多少 以及你买一次 就终身保 保到你死的那一天 保费又差多少 好 我们这边有一个35岁的女生 来举例子 是100万 终身受险 大概每家公司的保费都差不多 大概要3万块钱左右 3万块钱 100万 100万 但是它有个好处 就只要缴20年以后 就不用再缴了 终身都有100万的保障 好所以它是 总缴保费 大概60几万 20年 大概60几万 好所以它总共缴多少钱 所以100万的保障而已 100万的保障而已 100万够不够 我们就见仁见智了 你先多二款 100万多不够不够 100万保障 如果你一直缴终身的话 缴20年 那就是缴 60几万 60几万 那如果改一年期的呢 好一年期的话 一年900块钱 900块跟3万块钱 你看差多少 可是我明年还要保啊 明年900 后年1000 大概后年1100 大概缓慢的往上增 大概缴完了20年左右以后 大概它的保险费 还是一样100万吗 对 还是一样100万 那我来看到第20年 它缴多少钱 它大概缴了4万多块钱 4万多块钱 它大概缴了4万多块钱 这个是60几万 好 问题来了 人家是缴到20年 不用缴了 后面不要缴了 假设我今天35岁 刚刚您的例子是35岁 他缴到55岁 他就不用缴了 可是他从55岁到 我们现在平均余命 大概是80岁 就算活到85岁 人家他从55岁到85岁 30年不用缴 那如果是一年期受险 他得一直缴到80几岁 大概保险费 大概可能缴 跟这个来比较的话 大概两个宝费差不多 但是我刚刚讲 一再强调 我们保险的精神是什么 是万一我弟36年 36岁的时候 37岁 38岁 万一家里头 有个重大事故 发生的时候 你看看 你假如900块钱 它的有100万 跟这个3万多块钱 也是100万 那当然100万不够 有些人可能要买到500万 那是另外一位是 500万 500万是不是就15万 是不是就15万 是 有没有开始多了 太太15万 先生是不是也15万 开始多了 这是会影响到 我家里头 其他的一些 开销的一些费用 那老师 你有没有算过 如果55岁以后 我还缴一年期的受险 每一年每一年每一年 每一年这样缴 我总共的成本 跟只缴20年来做比较 那这边就有一个 另外一个 我们就直接算到 大概将近70岁好了 大概就直接算到70岁好了 70岁以后 你算到70岁好了 大概中缴也大概19万7 大概20万左右 大概20万左右 他35岁36 每一年都缴到70岁 他总共缴了19万 对这个是缴61万2 这个是缴61万2 那个是缴到20万 还是便宜啊 还是便宜啊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保险的精神 所以就算缴到80岁 他还是便宜啊 80岁可能就差不多了 因为他后面的保险费 他后面的保险费就会 上涨的速度就比较快一点 所以说这种 这种定期的保险呢 他并没有说真的比 实际上比那个 中生的要贵很多 因为总缴保费差不多 但是我还是教大家一样 你不要算总缴保费 因为我们很担心 37 38 39 40万一 家里头什么大便故的时候 这时候你说 假的钱是一点点 然后保费是很高的 那才是真正的保险精神 所以我懂了 也就是说 如果呢 我们买终身受险 在这20年中 发生任何的申雇 这个100万 这个100万 你缴的保费 绝对比一年期的高 非常非常多 但是保障是一样的 但如果我们拉长时间到70岁 因为刚刚这个例子是35岁 35岁加20年那是55岁 终身呢 他只要缴到55岁 但一年期如果你缴到70岁的话 其实是61万 比上19万保障是一样的 所以保费也差很多 但假设你真正当回收 你一年期的受险一路的缴到80岁 那最后算起来是差不多 可能保费差不多 最后算起来是差不多 问题是虽然是差不多 但是你只有到70到80这段时间 你才会因为增加保费 最后的结局差不多 但只要是在70岁以前 买定期的确实是比率 中生的压好很多 而且你看 这个61万跟这个假的20年 这个中间差价大概差了50几万 总角的保费大概差了50几万 这个50几万可以做什么工作呢 可以去做投资 因为投资赚来的钱也是一种保险 只要是我的钱 当我生老病死的时候 都可以拿来用 这概念是这样子的 好 邱老师 这个我都有意见 你有意见 我意见很大 为什么意见很大呢 这个利润点就不对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大胆的假设一件事情 一个36岁的人 买保险买了20年后 大概他也应该54岁了 小孩子也应该大学了吧 是 房贷也应该付完了吧 是 这时候想问一件事情 我60岁要这个100万做什么 我死了也没责任 所以根本那后面 吉利脚要70岁 脚都怕死根本不存在 定期保险最重要的 就是在解决他责任重大期 没有责任期的就不要了 我举个例子 所以你根本不记忆 不会去想到 你60岁还要这100万干嘛 所以不会有缴到60岁这件事情 就是你责任重大 有房贷的时候 小孩子还没长大的时候 我这里小孩长大 房贷付完了 我问的 我重点是我老的问题 不是死的问题 我死就不是问题了 我死了就死了 死了就死了 死了就死了 不需要这100万 所以可是你在这里 你一付了你这个终身保费的话 你会发现 你3万 才100万就付了3万 一家里面都四口的话 变12万 再来买医疗险环境 二十几万 没有人做得到 所以邱老师你也是赞成 买定期受险 一年期每年缴 但你觉得根本不用到70岁 根本不用到80岁 没有这件事 没有这件事情 那你通常建议一个人 大概缴到什么时候 就看你的责任期 缴到你要负责任的时候 我责任期 举例例我是30岁 我结婚生小孩的话 20岁23岁之后 我小孩就已经在大学毕业了吧 我付房贷也20年吧 我顶多顶多 缴到55岁60岁是极限 不可能还有责任了 60岁以后是什么事情 所以缴到你不用负责任的 那一天就可以了 家庭责任的时候 有生活费 父母校金 那如果这样说的话 那定期受险 那保费差的可多了 可多了 所以就是买保险 不是买那种假想 你再想想看 你刚才说要70岁 从他现在36岁 不是 是凤和老师计算说 就算到70岁 就是算70岁 是60万比19万 保障相同 想想看一件事情 35岁到70岁的时候 35年 你能不能想象 35年后的100万剩多少 能干嘛 所以根本没有这个议题的存在 所以为什么今天 刚刚凤和大哥说的 因为有角色的问题 卖终身受险 不好意思 佣金高 卖了900块 送的佣金只有30%好了 270块 叫谁去做 没良心 所以说这是人性的考验 好 所以我们回到新闻 来提醒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我们回到新闻 新闻说保费明年涨定了 两张保单 花小钱就可以买足保 一张告诉你说 你干脆就直接买定期受险就好 定期受险 而不是终身受险 但是很多有钱会去买终身受险的原因 是为了处理遗产 尤其是你儿子如果不让你很放心的话 你可能要用这个方式 让他只有在你撬辫子之后才拿到钱 这是怎么说呢 我讲一个故事 如果在座的各位 跟我年纪差不多的话 你应该都听过一个影视大亨 叫吴敦 吴敦 吴敦 多厉害 林志颖啦 金城武啦 甚至包含了贾靖文 都是靠他捧红的 你现在看他脸可能很熟悉 但你想不起来他是谁 因为他原来是在幕后做推手 把这些人推到第一线去 要演电影 要演连续剧没有他搞不定的 所以他的确赚了不少钱 可是问题是他有一个儿子 因为爸爸太厉害 所以儿子就不太争气 这个儿子今年34岁叫吴婷妍 吴敦最近动了一个很大的心脏病手术 那他原来有几个房地产 加起来2亿5千万 他想说我接下来余生 我就靠这些2亿5千万的房子 我就够了 最多想要出国度个假 或是环游世界 卖一栋5千万够不够 够我一路活到八九十岁了 可是因为他自己不放心 他没有处理好那个遗产 动心脏手术的时候 不是要签那个手术同意书吗 他想说糟糕 万一我今天有个什么 万一这什么钱 都要再加上遗产税 然后才能给我的后代 他一个心软 就把这些房子2亿5千万 还有450万现金 通通都借名登记 就他找人来在旁边作证 然后跟他儿子吴婷燕也讲好了 暂时放你这边 免得到时候我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你什么东西拿不到 他儿子也同意 结果没想要手术动完出来 没什么问题 但是儿子将来要交高额遗产税 为了要避税 结税 那就干脆直接登记给儿子 反正他走了也是要给他小孩 那结果 吴敦也是有留几步 他把那个房产跟地契 那个资料放在手上 那想说你到时候就算要偷偷转移走 我还是有那个地契 结果没想到今年8月手术已经动完了 也恢复得很好 忽然之间接到新北市政府通知 他说有人把这个房地契 他直接来申报说遗失 我们现在要公告30天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让现任的这个拥有者 就拿到所有的房契跟地契 他一看到这个状况 吴敦想说糟糕 我儿子恐怕要落跑了 他发现他要卷款的时候 他之前还不知道这件事情 大家吃饭的时候 还跟他儿子讲说 其他我不在乎 你这个东西最后要还给我 他儿子都没有讲话 吴敦后来就加一句 不然我要跟你拼命 他儿子马上跟他的姐姐讲说 爸爸拿这个东西威胁我 第二天他就把整个所有东西 钱也450万提光 房产也全部拿在手上 他跑到北京去 所以吴敦后来 吴敦年轻的时候 是混黑道的 他有个绰号叫鬼见仇 连他都没有办法 后来只好找媒体 跟媒体讲说 我儿子把我钱通通拿走 我在那边呼吁他 希望他把钱还给我 连这样子的影视大亨 到了最后儿子不争气的时候 他的钱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安排 那这件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以前的人是养儿防老 现在的人是养老防儿 那为了养老防儿呢 所以就开始有些有钱人就说 那我先不要过户给儿子 我是不是还是放在我的名下 但是呢 我去买终身受险 有专家就这么建议 我去买终身受险 那将来我儿子会领到一笔钱 这笔钱他再去缴遗产税 最后房子才给他 同时呢 他们又说保险可以结税 所以其实又没有税的问题 这是一个好方法吗 这个呢 在过去里面还没那么 税法还没那么完善的时候 听说都是 但事上 大家都是这么做 都是这么做 但事上根本不是 根本不是 根本不是 很多人以为说保险就是 所以买终身受险来结遗产税是 应该说对也不对 对也不对 对也不对 应该才从保险法第一条里面规定 保险是对于未来将来 不可预测的将来 发生的人生事故的时候 给你的经济的损失跟补偿 这是保险法第一条 今天的税法里面 国税纪聪明得很 你现在不会就是 把那钱藏到保险公司里面 把因税的变成免税 所以国税纪很清楚一件事情 在大法官会议检释里面 就突然来一个 实质磕税原则 看你做这件事情 你的动机是什么 还可以这样啊 可以 我的动机在我的心里我都 买白了 你怎么知道我的动机 它是用五个东西的 客观的标准来看 第一 买的时间是怎么样 年纪大了 你哪里有保障的需求 你就是为了赚钱 第二个 你受益人是谁 你受益人身份是什么 他的首夺是什么 是需要靠保险 来解决他的生活问题吗 还是因为你资产很高 买了保险基金之后 你把保险基金 价格转为免税呢 第三个 买的时间的 身体状况是如何 再加上我们行政的 这种的审核里面 保险公司现在的KYC里面 一定要要求你的资产的状况 跟你现在投保的年龄 跟你的所有的情感 综合的考量 所以已经不是以前想说 一般买保险 可以变成免税公司 假如是讲这么快 我才听不懂 所以呢 所以做这件事情谨慎 你必须要符合法律规定 你就是说 做这件事情其实 有风险 还是有可能被瞌睡 一定会被瞌睡 一定会被瞌睡 那如果受益人写他儿子 或他小孩 一样 还要看被保险人 主观上他自己的现况 现在国税局里面 现在到目前为止 从90年到现在为止 判决败诉的 有241件案子 现在法院细数 这件案子有645件 所以很多有些人说 我为了养老房儿呢 我就留保险给儿子 对 那我死了他才能领到 是的 我不让他在生前就保的钱花光 是的 这件事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但是并不会结税 并不会结税 要看你保的内容是什么 你的身份是什么 很多的条件必须要符合 私自磕税原则里面的东西 简单的讲 有现金价值的 终身型的保险 不一定可以避遗产税 可是我们这种 没有现金价值的 这种定期保险 绝对可以避遗产税 所以说 非要避遗产税 反而应该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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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缴 反而可以避遗产税 因为他没有现金价值 他没有现金价值 不能从里面贷款出来 所以说他反而可以说 免纳入我的遗产 那真一如始 那终身受险是不能避遗产税的 不一定 不一定 要看主管机关的认定 要是主管机关觉得 你们家就是很有钱 就是在结税 完蛋了 可以的要用税负的方式的话 那你显然的是 意图有效 这种形式上的意义 你来做逃税之宜 基本上失职磕税原则 里面一磕出来 所以大部分人喜欢 买这种高保单价值 终身受险是高保单价值 定期险就是低保单价值的东西 所以 终身受险一 保费高 二 不能结税 那就买定期的 说了半天就是 不要买终身 好我们再来看 来 定期还是终身 还有 第二个 Sales经常会跟我们讲的是 我跟你讲 万一呢你在这中途生病了 你买定期的 比如说我阿关 不要讲阿关好了 蛮触眉头的 讲我 讲我 讲你不好意思吧 瘋了老师 没关系 有一个王大同 他在40岁的时候保了定期血 不小心呢 保了半年后 他得癌症了 是 那明年 他41岁之后 还要再保定期血 不让他保了 基本上 所以Sales就会告诉你说 你呀 除非健健康康 那你要是有可能会生病的话 你买定期血 最大的风险是 你一旦生病之后 你就不能保了 我这边举个例子 我亲身的客户 五岁的小朋友 他买了定期型的癌症血 他在四岁的时候买的 五岁的时候 他买了一个定期的癌症血 你看五岁的时候 缴多少钱 男生一个单位93块 一年喔 他买了六个单位 就算600块钱好了 他真的 看这个地方 五岁到九岁这个地方 好 就算100块好了 比较好算 他买了六个单位 他买了六个单位 他在四岁的时候买 五岁的时候发病 他治疗的时间两年 他得什么病呢 血癌 血癌啊 他在第四年的时候 发病 第五年的时候继续缴钱 缴93块 没有多少钱 可是他可以理赔金多少钱呢 理赔金 注意 一发现六个单位 这个就10万 然后他有进行所谓的 这个叫做什么 骨髓移植 36万 光这两个加起来 快100多万 而且在这两年当中 他不管是放疗 化疗 住院的手术 通通加起来 理赔了大概400多万 那他第二年 有没有保险公司 有没有跟他说 不让你保了 没有 没有 因为他买的保险 保险公司 关系特别好 不是 因为他买的这个保单里面 里面就有著名的保证续保 不让你这个中间 发生任何的状况 通通你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都可以一律的续下去 你是我们保一年期的 也可以保证续保吗 没有错 但是你要买对保险公司喔 目前受险公司 这种一年期的保险 大部分都有保证续保 可是 如果说你买的是 产物保险公司的保险 因为产检公司尽管会没有开放 他们可以保证续保这一块 所以说他们的保险的大部分 都没有保证续保 那就会影响 就会把刚刚的例子 我听不懂 所以某某产检公司的 一年期的癌症险 是没有保证续保的 就会发生刚刚那个情形 某某受险公司的一年期 大部分都有 大部分都有保证续保 所以我们要来看 他有没有保证续保 只要他有保证续保 你就不怕中途生病 他不让你保 所以说在买这种 一年期的保险 你最好是买 那个有保证续保的 这种保险公司 万一我这个中途 发病的时候 你的后面 你都不要太担心任何状况 教授你的保单 你有看过 有没有保证续保吗 有 这你有去研究过 你有真的看 大概我有看过一些 但是一般来说的话 投资人还是都会偏好 买投资型保单 因为他会被所谓的 李专的一些话术 例如说买一张保单 等于基金加保险 这个是非常多 那个我们都要来谈谈 双重功效 是不是效果更好呢 还是效果打折呢 好 所以 教授说 有有有 他有注意他自己的保单 人员他的保单 是有保证续保的 所以各位朋友 赶快把你的保单拿出来看 你的保单有没有保证续保呢 那如果你是跟受险公司买的 就算你是定期险 也有保证续保 不要担心 好 来 第三个是 终身环保型意外险 不用花钱就可以有保障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这什么东西 我都听不懂 有不用花钱的保险吗 我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 都有接到某某银行的李专 的电话行销 说你是他们银行的VIP 你是他们的贵宾 只有你有这个 这个应该是憲哥才有接过 憲哥有没有接过这种电话 很多 因为现在规定 你只要在电话上 你说OK 他就算了 他已经就算数 你不要以为 不能随便乱讲 那我在电话上说 好 我要买 我也许是敷衍他的 我又没亲自 没有不能敷衍 因为只有十个 今天只有十个VIP 你刚好抽到 因为你陈伟坚 是我们银行的特别特别 所以我才打这种电话给你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 是只有你才有这个特权 那我没有签字 我在电话 糊里糊涂跟他说我要买 因为他给你录音 录音就算了 而且他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个保单要停卖了 你赶快买 你不买你就后悔 最近不是好多这种电话 手机剪 这个从好几年 好几年都是一样的话术 都是一样的这个状况 那我们来举例 所以有一句话叫做 不要钱的最贵 各位听过没有 那通常指的是女人 男人大概也不知道这个问题 保险也是这样吗 我们就以这个 我们就以简单的一个数字 这个大概就可能一般来讲 可能叫你存 一个月大概存三千多块钱 三千多块钱 那一年大概就是四万块 一年就是四万块 然后连续又是二十年了 二十年的话 你大概总角八十万到这个保险公司去 对不对 他其实是保险 不是什么VIP 什么贵宾理财专户 通通都不是喔 但是他刚刚不是说不用缴保费吗 不用钱吗 那每年叫我缴四万块钱 他告诉你不用钱就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 这二十年当中 如果我们发生了什么状况的时候 他会多加一百万 然后你所缴的保费 通通对还给你 是不是不用钱 对啊 听清楚 如果发生什么状况的时候 那这样子是我缴八十万 他还我一百八十万 对一百八十万 可能是这个样状 那这十年的话可能是四十万 然后再加一百万 一百四十万 哇 我的本金在我这边 我发生什么时候又多了一百万 那就是不要钱没错啊 但是问题是各位要分析一下清楚 这一百万是什么东西呢 这一百万是因为意外而造成的意外险 才会有理赔 生病的是没有 那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 简单一个比较好了 我们存的保险 存的意外险一百万 一年大概就是六百块钱左右 一年大概六百块钱 好 我们再跟大家听不懂 我们就把同样钱 你放在银行里面 你会不会生利息 会 对二十年的时候 八十万 我们现在定型来是一趴 一趴 八千块 你拿这八千块去买的存的保险 大概六百块钱 是一百万喔 八千除以六百 再等于十三点三三百万 那等于一千三百三十三万 各位听得清楚吗 这个是一百万的保险费 八千块除以六百块 等于可以买到十三个一百万 那就是一千三 好 如果说我在这八十年的时候 所以你意思是我把八千块 拿去买存的意外险 大概可以买到一千三百多万 可以买到一千三百多万 那第二十年如果发生变故的时候 我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 所以这二十年就会只要花八千块 我每一年都可以有一千三百万的保险 每年的保费不一样 每年的保费不一样 但大约一年就几百块而已 对对对对 然后第二十年如果发生的话 一千三百万 那我的本金还在我的银行里面 不用你还给我 是不是 所以说自己去买存的保险 反而万一发生事情 是理配会更多 好 我们再举例子 等一下 二十年太长了 等一下这样讲太快了 我有点脑袋转不过来 所以八十万在我的银行里存定存 一年有八千 然后定存的利息 我拿去买意外险 自己去买保险 我有一千三百万的保障 这二十年 但是如果我拿这八十万给保险公司 他只给我一百万的保障 将来我要是sayonara 他再把八十万还给我 那一百万是要有发生意外的状况才有 但如果没发生意外的话 那你说我讲的钱二十年他全部还给你 就还我八十万 对 可能加一点点的千分之几的利息 可是我这个钱啊 如果说我自己一样放在银行里面 本来就不用你还给我 本来就在我的银行 本来就是我的 对 而且保障还差那么多 保障差那么多 那这个是第二十年 我们随便抓个第五年 第五年你是不是缴了大概四年五年二十万 那二十万也会升利息啊对不对 也会升利息嘛 那利息的话两千块 两千块除以一百万的保费 成本是六百块 大概第二 这个时候发生状况的话 会赔我三百三十三万 所以你怎么样都比那个不用钱的 只赔一百万要高很多啊 所以不如拿我自己的钱去保 是我的本钱还在我的户头里呢 还是那句话 保险归保险投资归投资 两个是要分开来是比较好的 你硬要把这两个都在一起 然后又不用钱又免费赢又是贵宾 注意 听一下没有那么好的字 而且注意每个人都是贵宾啊 你以为你是VIP 每一个接到电话的都是VIP啊